OK OK 好 來了 等一下 等一下 白色轎車卡在泥沼中 進退兩難 車位綁著一條繩子連接休旅車 眼看車子還是動也不動 眾人乾脆徒手拉繩 再一次 再前面一點 好 可以了 起來 來 再來 好幾個壯漢宛如拔河一般 氣喘吁吁 使出九牛二虎的力量 才總算幫助轎車脫困 賴青男子和女友 幸運獲救驚魂未定 原來兩人21號清晨從盧山溫泉 準備開車到荷歡山武嶺遊玩 按正常行駛路線 應該從台14線往春陽物社方向 再接台14甲線經過清淨農場 抵達目的地 但賴青男子使用的導航 卻將人車導引往部落山區方向 導致車輛受困產業道路 看看這條產業道路 路面長滿雜草又窄小 只能容納一輛轎車通過 根本無法回轉 轎車車輪不幸卡在泥沼空轉受困 情侶兩下的報警求助 警方最後雙請部落居民駕駛 四輪傳動車輛幫忙脫困 才結束一場驚魂祭 記者南投綜合報導